我发现球场整体安保措施不太好 感觉很多保安都回头看 我感觉冲出去没人抓得住我 我一开始也没这想法 当时我在14层就想 哎 就三米高我就跳下去了 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消费观察 我是不爱消费的肖飞 那我现在录制的时间呢 是2023年的6月16号 凌晨的1点38分 北京时间 那么在此之前呢 6月15号这个万众期待 然后也是说是给这个咱们圣上庆生的 这个阿根廷队和澳大利亚队的这个友谊赛 在这个北京的工人体育场啊 应该准确的说是北京的这个新的工人体育场 完美的落幕了 那从一个这个友谊赛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这个比赛的精彩程度还是不错的 特别是81秒钟的时候 梅西就是在这个澳大利亚队的这个中宣湖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兜舍啊 打进了一个非常刁钻的一个角度 然后就是点燃了整个这个工人体育场的一个激情 但是呢啊除了梅 但是呢啊谁沉想啊 这场比赛最大的焦点不是梅西 而是一个啊中国的球迷啊 他在啊这个下半场的时候呢 从这个三米高的一个看台这个跳下来啊 然后呢他是来到了这个球场当中和梅西拥抱了一下 然后呢面临着后续这个安保人员的围追堵截 他又是跑到了这个阿根廷的后场和这个阿根廷的门将马丁内斯机长啊 在此之后呢 他又有一个折返跑 然后绕了一圈之后呢 他又回到了 然后绕了这个球场跑了这个一圈之后 又回到了啊之前跟梅西拥抱的这个半场 他又和这个阿根廷的8号阿库尼亚握了一下手啊 然后才这个体力不支啊摔倒在了这个球场上面 然后被这七八个安保五花大保似的就是台下的这个球场 然后被抬下球场的时候呢 然后看到他是这个脸上是非常的开心流露着一个微笑 那这一幕也是整个就是刷爆了啊 我今天的这个朋友圈啊 很多朋友都都在讨论这个事情啊 讨论他的这个声浪已经超过了这个梅西啊 包括整个这个世界杯夺冠的阿根廷的球队 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发挥 大家都没有看球了 大家都在看这个热闹 然后呢 也有一个球迷啊 应该是个自媒体 他去采访了这个冲入场的这个球迷啊 然后也是能看到啊 其实也有两三个球迷都是想要冲入球场 但是只有这个球迷成功了啊 这个球迷他自己也说了 他就是还没有到18岁啊 他是脱关系买到这个球票 也是花了1万块钱人民币的样子 融合美金差不多1400美元 那么才到了这个球场里面去看球 然后他就说他发现这个球场的安保比较差 都没怎么关注球迷都是在看球 然后他看了一眼他的这个看台 差不多到球场也就三米左右啊 然后他就非常勇敢的跳下来 然后可以看到他这个体能也是非常不错 他的速度是很快的 安保的看得出来跑的也不是很快 而且呢 其实他们也是得于有这么一个机会 能够跑到这些球场里面 近距离观看这个阿根廷的球员 也有些他可能也是球迷 然后他然后有一个镜头是捕捉到了啊 有一个安保人员 他是在回头看阿根廷的球员 他并没有这个全心全意的啊 铺在自己的工作上面 而是就是半推半就啊 就追一会儿 然后也是面露着微笑 讲到这其实还是挺和谐的啊 那冲进球场的这个小哥呢 就让我觉得啊 这是一种非常嘲讽的一件事情啊 象征着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嘲讽啊 就是嘲讽这个安保人员 嘲讽这一次的主办方 嘲讽这个主办方 他这一次办的这个球赛啊 然后这个小哥 他也透露了他姓这个官邸的底 然后有一些知情的球迷说 他之前是有做过这方面的功课 有咨询过律师 这种冲进球场这种行为 其实并不是一个文明看球的一个行为 他有咨询过可能会受到的处罚 是这个拘留10天 并且处于500元的一个罚款 或者是交保释金啊 能够避免这个行政拘留啊 所以这个小哥 他其实是有预谋的 然后成为了当天啊最快乐的一个人 虽然大家都买了球票 但是他因为他自己这种勇敢 又有点貌似的行为啊 他获得了一种啊 非常独特的一个体验 就是和梅西拥抱 然后和这个守门员大马丁机长 还要和这个8号的阿库尼亚握手 对 和三个这个阿根廷冠军队的球员 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啊 但是他这个行为也让很多啊 在这个北京工人体育馆啊 经常看球的这些北京国安的球迷 因为工人体育场 他的这个在中超的这个主队 就是北京国安啊 会有一个担心 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行为 可能未来几年 就是前排都不会售卖给这些球迷 然后的话呢 这个球场可能会加一层这个隔离网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这个球迷可能会被所有这个 在工人体育场这个看球的球迷啊 所厌舞啊 工人体育场球迷啊 千夫缩指的一个对象 别人挖坑啊 后人背锅啊 那这个事情在之后的中超赛党上面 是不是会变成一个更严格的一个限制 我觉得还是可以再拭目以待 但是这个球迷的行为 我觉得确实非常的讽刺和嘲讽 就是为了这个最美好的事情 他计算过这个 计算过这个底线吧 就是这个红线 大概是什么样子 然后他觉得他可以承担这个底线啊 那我觉得他是有一个底线思维的一个年轻人啊 然后他去在这个球场上面啊 用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啊 体能啊 去达到了他想要的一个结果 带了这个签名的笔 但是因为当他和这个梅西拥抱的时候 他注意到后面有围追堵截他的这个安保人员 所以他不得不作罢开始这个奔跑啊 逃脱这些安保人员的控制 但是就是这么一个18岁的一个青年啊 他为了追求他美好的东西 他冲破了这整个枷锁 然后在这个球场里面肆意的奔跑 我我觉得还是一件挺有趣的一件事情啊 当然这个不是一个特别文明观球的一个行为 然后呢 这个安保人员啊 可能也是临时被找过来了啊 也是 然后看出来他们的这个响应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啊 一开始在球场上面只有两个安保人员去围追堵截他 但是到后面越来越多的安保人员 他涌入进来啊 去进行一个夹击啊 进行一个包夹 那这个底线的这个小球迷呢 他也是跑了一整场 然后呢 他说他没有拉伸 如果能拉伸的话呢 他可能还可以和更多的阿根林的球员去拥抱 去做更亲密的互动这样子啊 那这些安保人员 我觉得啊 让我想到了这个在封控期间的一些 他们也不是特别强的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干预和管理啊 你看他们有些人就是嬉皮笑脸的 然后也没有权利的去驱逐去制服这个年轻人啊 那还有呢 就是一旁啊 这边驻立的这些阿根林和澳大利亚的球员 然后他们略带困惑啊 我觉得就像这三年的疫情一样 就是每一个被困在啊 这个球场里的人啊 他都向往着更自由 去和他的这些啊 喜欢的这些向往美好的这些事物去接触 然后呢 这个被监管部门赋予权利的这些执行命令的人啊 他们又有点阳风阴违啊 又没有权利的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但是呢 他们其实也是挺可恶的这一群人啊 还有就是对于啊 这个事情非常困惑无奈的这个老外啊 这一次的友谊赛 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一说的 因为这一次的主办方其实是个外行 它是一个叫做中国红桥的一个外贸公司啊 它是做国际贸易的啊 做的是这个红酒啊 奶粉啊 这一类的进出口贸易 然后它的这个出口贸易的主要方向啊 也包含这个阿根廷和澳大利亚 然后在这么一个夏天的一个当口 其实今年是很少有这个体育公司 它去引进这些外国的球队来到中国去做这样的比赛 因为大家基于现在的一个经济环境 包括人们这个普遍不高的消费意愿 本来这个专业的做这方面的体育公司 其实都非常的谨慎啊 只有这个外行啊 它中国红桥 它是在西安的一个企业 然后呢 它因为西安为了亚洲 被它打造的这个西安足球中心 也是马上就要竣工了 它原本是希望阿根廷队在西安和北京都有一场友谊赛啊 但是因为这个时间也比较紧了 三月份的时候呢 又因为中国足球这个反腐打黑的时候 局势特别紧张 所以这个事情呢 也没有很快的这个落实确定下来 等到这个批文下来 其实也已经五月份了 然后再加上这个一开始的招商 这个主办方 其实他们有很多这个招商的权限 是希望能够招到千万级别的一个赞助商 但是最后呢 这个赞助商的级别有几十万 也有几百万啊 大小不易 然后这些赞助商 他们所致欢到的权益啊 很多也就是这个门票 但是这个主办方之前承诺到 会给到一些阿根廷的球迷协会啊 因为他自己非常这个着急的 一些筹办工作啊 包括和合作商票务渠道 这些门票分配 还有包括整个线上的一个售卖当中啊 存在的这个超售啊 大概超售了几千张票 所以啊 之前承诺到会给到一些这个球迷协会啊 包括本地的澳大利亚球迷的这个门票 并没有落实到位 对包括承诺会给到本地的阿根廷人的这个球票啊 也并没有到位 那这那这个事情是引起了很多球迷的吐槽啊 还有包括这个阿根廷的球员 他们六月十号来到了这个北京之后呢 其实他们整个训练包括线下的活动也基本上是寥寥无几啊 首先是北京这个地方搞活动批文就比较难 另外一块就是主办方他们的安保压力非常的大 这些阿根廷的球员来到中国啊 都是当宝贝一样供着的啊 生怕他们出一点点意外 然后主办方也赔不起 然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把阿根廷球员所在的这个四季酒店的三层楼都封锁起来了 就是说你要走他们这个扶梯啊 是走不通的啊 为了避免一些球迷通过这个扶梯 然后上来去跟这些阿根廷的球员进行不必要的接触 他把这整个三层楼面的扶梯都关掉了 主办方把住者阿根廷球员的三层的扶梯都封闭关掉了 球员只能通过电梯啊 然后就去上下楼 因为电梯呢 它是有一个梯控的 就是电梯里面必须要当层的这个房卡 才可以刷着上下楼 为了防止一些特别狂热的球迷来到酒店 去对这些球员进行一些不必要的干扰啊 其实从消防来说也是很危险的 那有个火灾什么的可能会闹出一个国际新闻啊 因为这些球员都没有办法逃生 除此之外啊 球员去训练训练场啊 这个主办方也是这个严防死守啊 加上了很多的这个白布啊 就为了不让这些球迷去跟啊 这些球星进行一个禁聚的接触啊 可能是希望他们更多的去买这个当天的球票 如果你能够免费白嫖看到梅西和他互动或者签名之类的 就算这个主办方输啊 那这个事项我觉得是特别难看的啊 而且我觉得也是非常土非常low的一个行为 但是就是这么出现在了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友谊赛当中 还有一件事就是已经被很多海外的这个YouTuber啊 自媒体有报道了 就是就是梅西他入境中国的时候 因为他带的这个护照是西班牙的护照啊 不是阿根廷的护照 没有办法很快的搬离落地签 而且这个事情呢 也不止梅西一个人 其他的阿根廷球员也出现了 所以然后所以就是在机场有特别长的一个滞留时间 那可以看到这一次这个主办方 因为他第一次啊 一个外贸公司他做这个事情 其实槽点是非常多的 但是这一次球迷的热情 也是出乎了很多专业的体育营销公司的意料之外啊 能够去购买这上万元的门票 其实是出乎了很多专业的体育营销公司的一个预料 那为了组织这一次的友谊赛 中国红桥还要支付给这个澳大利亚队70万美金 要支付给阿根廷国家队700万美金啊 这样子的一个费用 虽然中国红桥要支付给这两个国家队啊 这么高昂的一个费用 但是他的整个成本都已经收回来了 而且他还获得了这个盈利 那作为一个商业的友谊比赛啊 如果能够办成这样 其实相对来说也比较成功 从这个经济利润的回报来说 是已经成功了 然后又是挑了这么一个特别的一个日子 但是我个人觉得啊 作为一个中国球迷 你在中国的工人体育场 你看的是一个阿根廷和啊 这个澳大利亚队的一个友谊赛 我觉得个人感觉还是有一些个影的 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友谊赛 包括这个小球迷 他中印球场去拥抱梅西的行为是怎么看的 欢迎您在评论区告诉我啊 好了那就是这一期的消费观察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动动手 开启小铃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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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